中国安全工作组进驻巴基斯坦 联合反恐行动开启缅北模式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南华早报2024年10月11日专题报道 卡拉奇恐怖袭击发生后 中国向巴基斯坦派出安全工作组 要求当地政府妥善处理 造成两人死亡的袭击事件的善后事宜 根据消息 工作组于周二抵达伊斯兰堡 会见了巴基斯坦的外交部 内政部 以及警察武装部队和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中国外交部随即表示 工作组要求八方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全力救治伤员彻底调查事件真相 逮捕和惩罚肇事者 并且采取更严格的安全措施 确保中方人员项目和机构在巴基斯坦的安全 有人问怎么看还是那句话依旧是那个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保障和保护中资机构项目与人员的安全 我们知道之前我们有缅北模式 有人问缅北模式它到底是什么 缅北模式的核心在于缅甸各方 无论是闽昂来的军政府 民族团结政府还是民族地方武装 保护中资机构 人员安全 以及项目的安全 是这些组织获得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这个合法性与他们的生存是直接相关的 举个例子 国敢同盟军的彭德仁将军在发动1027行动的时候 他的中文对外宣传的第一件事就是反电炸 求发展保护中国人 保障中资机构在缅甸的安全 然后立刻得到了各地民族地方武装的响应 为什么彭德仁将军明白这一点 如果无法保障中方人员的安全 他们的这次行动没有合法性 也不可能获得成功 国敢同盟军的反面教材 就是国敢地区曾经不可一世的 白锁城四大家族以及合作伙伴 这些人在反电炸上不积极 还造成了1020惨案这种恐怖事件 最后中国政府主动出击 一方面支持彭德仁的国敢同盟军夺回国敢地区 另外一方面迫使敏昂来军政府采取行动 然后我们看到了 先是明学昌直截了当被做成标本 然后白锁城等四大家族被吉拿归案送到中国审判 缅北模式是一个开始 也是一个机制 它开启了中国主动保护海外资产和人员的第一步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制定的2025政策纲要中明确写到要积极主动的参与破坏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 这等同于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成立机制保护中资机构和人员 同时应该由主动出击将恐怖分子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绳枝以法一网打尽的能力 如今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附近发生的恐怖袭击再次给了我们机会 有人问发生了什么事 在周日晚上也就是2024年10月6日当地时间晚上 一辆载满炸药的卡车冲撞车队 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附近发动袭击 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多人受伤 巴基斯坦西南部分离主义组织比禄之解放军随后发表声明 说对此事件负责 然后才有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中国安全工作组 从短时间会见巴基斯坦的相关人员上看 这个工作小组来头不小啊 至少涉及军事警察安全外交情报 甚至人文地理民俗方面的专员 由此可见中方对此次事件相当的重视 也把这一次事件是施展中国力量对外实施威慑的契机 未来与巴基斯坦方面展开的联合反恐行动 将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里程碑的行动 必将超越绵北 根据消息 巴基斯坦方面向中方工作组表示 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罪犯绳之以法 并加强安全措施 保护中方人员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随后表示 将对恐怖袭击事件开展全面调查 并重申保护中方人员的安全 有人问如何解读 听其言观其行 谢里夫家族在巴基斯坦干的那点破事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这里边关系的东西只有谢里夫本人他清楚 若为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什么意思 谢里夫在推翻了伊姆兰韩 后就开始在中美两国之间反复横跳 然后是八方安全人员的松懈才导致了现在的恐怖主义猖獗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不难看出 今年六月谢里夫跑到中国访问 跟中国签署了深度安全合作 这一次是他表现的机会 否则他这个政府将失去合法性 别忘了巴基斯坦国内的军方代表 对中国的关系是非常看好的 另外中国国家安全部呼吁 在具有重大中国利益的地区建立更好的预警系统 并加强情报共享和执法合作 并且同时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和当务之急 有人问如何解读 这就等于说中国在告诫巴基斯坦 接二连三的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中方人员伤亡 你们到底还行不行 特别要警告以谢里夫为首的文官政府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内部的事物 有必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巴基斯坦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 我们在新闻里 我们在阅读刊物里经常可以看到 巴基斯坦就是我们的巴铁 中国全天候的合作伙伴 中国的传统盟友 但是我们要清楚 从巴基斯坦的角度 特别是巴基斯坦文官政府的角度 他们一直认为 同时在行动上保持一致的是 他们既是美国的盟友 又是中国的伙伴 在中美之间反复横跳 左右通吃 是巴基斯坦文官政府的传统异能 别忘了 巴基斯坦的文官政府 沿用的是英国的传统 这些文官政府的官员绝大部分是在英国培养的 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了解不多 但是他们很容易喜欢 有近乎一半的国土 巴基斯坦的文官政府 根本没有办法直接控制 主要集中在北部 西部和西南部 特别是阿富汗的边境 开博尔省和比鲁之省 那个恐怖主义分子 窝藏点 比鲁之解放军 就处在这一个三部分地区 巴基斯坦跟缅甸差不多 在政治层面是军人集团和文官政府相互交替 文官政府长期被谢里夫和布托两大家族控制 在和平年代什么事没有的时候 这两大家族打得你来我往不亦乐乎 一旦遇到危机 比如伊姆兰韩的民粹主义 两大家族立刻联手 把伊姆兰韩做掉 直接投入监狱 美国民主党学着点啊 文官政府在行政上费拉不堪 这些人大部分接受西方教育 对西方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中国始终保持着莫名其妙的不信任 中巴经济走廊 2005年就开始了 如今的进展还不如中亚地区 这就很说明问题 巴基斯坦的军人集团 在这方面与文官政府不同 军人集团与中国的关系非常融洽 另外军人集团执政时期 是巴基斯坦经济最好的时候 同时军人集团执政时期 是唯一的一次从政治上解决掉了 比路之方向的威胁 文官政府根本就不懂得发展经济 巴基斯坦建国初期 经济总量是印度的三分之一 人均是印度的两倍以上 如今巴基斯坦的经济不到印度的十分之一 而且人均也被印度反超 在外交领域巴基斯坦已经不是美国的盟友了 美国已经撤出了中亚地区 美国在中亚地区已经没有他的势力范围了 巴基斯坦对于美国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美国现在世界上的首要对手就是中国 如何与中国对抗是美国优先要考虑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把印度作为主要发展对象 在美国的政客眼里 巴基斯坦一方面是中国的盟国 同时也窝藏恐怖分子 所以必须制裁 也就是说谢里夫为首的文官政府和他们这些官员左右横跳 想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成不了了 谢里夫家族布托家族文官政府现在等于说热脸贴了冷屁股 有人问 这一次中国和巴基斯坦开展的联合反恐行动 中国会如何进行呢 是不是针对笔鹿之解放军进行全方位的打击 比如说无人机定点清除 大野猫认为 既然笔鹿之解放军的嫌疑很大 以及背后是否有美国和印度支持的这种说法 中国需要做的第一步是针对美国印度在巴基斯坦的情报网络 对这个情报网络和支援系统实施定点清除 绳之以法才是上策 为什么 因为打击笔鹿之解放军这种代理人治标不治本 打击了笔鹿之解放军不打击美国的情报系统 等于说什么 美国的情报系统可以重新发展另外一支恐怖组织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形成一个机制 如果发生了恐怖袭击 我们要针对支援这支恐怖组织的情报人员进行打击 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也就是我们应该彻底的摧毁其背后的情报网络和支援系统 如何摧毁呢 最好的方式是抓几个活的送到中国来公开审判 把西方的外交人员请过去观摩 并且全程直播用来达到威慑的效果 另外对参与恐怖袭击事件的部落酋长同样绳之以法 如果没有办法配合的话 那么就要把它做成标本 比如说缅北的明学昌 如何做成标本 到时候大家会看到定点清除 目的非常直接 就是达到威慑 原因很简单 我在这里搞建设 给你们送来发展 让你们有共同富裕的机会 现在你们拒绝我们 并且对我们进行恐怖袭击 那么如果这是你的应对方式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要对你们的领导层重拳出击 也就非常的理所应当了 也就是说 如何解决掉这一次恐怖袭击背后的情报网络 支援系统以及参与部落的权力结构 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至于后续 我们可以持续关注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 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 欢迎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